各位同心 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这节课由我们台中州大屯郡郡守 政级志郡守演讲 请掌声欢迎 谢谢 今天我们要来开讲 法理是吃搞笑的闲聊 很欢迎大家来这边 欢迎你们 来知道台湾的地位 我们主持人 国民党收入他们的教育 很多事情思考 思考这方面可能比较 没有 较没 我说没有思考 人家说无知是幸福的 人家说我们一边要聚 我们要知一些东西 我们的教育都不教我们的东西 我们要求我们来开讲 大家一起来启蒙一下 台湾美撰讲 那位 掌声说我们要做一个整整齐齐的 整整齐齐的好学生嘛 堂堂在一个什么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嘛 其實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就說可以抽血啦 我們習俗啦 都可以佐證回來嘛 甚至說你的手 奧過來 有一個痕跡 或是你腳的小指頭 有一個分擦 腳的拇指的 最小拇指分擦 你就是平不住的人 那是你的表征 你身體上的表征 但是我想說 我要講一個思考 心理的 我講自己聽說 我們不是中國人 如果是你的朋友 你親身五十個朋友 會因為說一時的 口語上的衝突 或是抗議 你會殺了他們嗎 你會打他們嗎 不會嘛 我們自己的 同胞啦 朋友啦 你們想過嗎 我們想一下 如果是同胞 我們都是中國人嘛 在1947年 在1947年 2月28號那天 有個女人去買誓言嘛 發生了衝突 國民黨的黨軍 他們的軍隊 錢給他就跟我們掃射 對吧 發生了228 不是同胞嗎 他們不是台灣官戶嗎 他把我們當同胞嗎 可是他們做的事情 又把我們當同胞嗎 他們的反應 你知道嗎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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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一齣 電影 說外星人來地球 外星人來地球 手女拿著那個什麼 死光槍 他們的科技 跟外星人來 他們 跟進步 拿一個死光槍 就把人打死了 把地球打死了 可是他 那些情節是怎麼知道 地球人 地球人 我們是朋友 請你不要離開 不要跑 地球人我們是朋友 邊這麼講 手拿著槍 就一直打 一直打 地球人爬就死 爬就死 不是很像嗎 我看的情節 我的印象很深 我們是同胞 中國人不打死 那種人 如果阿姨 我們去抗議 他就穿著 他內心沒有幫我們當同胞 是不是變成這樣 我不是說民族仇恨喔 這是他們的行為 不是說要民族滅絕或是民族糟糕 自己說要怎麼樣 不對喔 我們是在講法理 我們在講法理 我們在講現象 他們如果說這樣屠殺我們 手寸鐵的百姓 那是犯戰爭罪 他就是佔領者 佔領者 佔領者的意志 就是你不用反抗 你是佔領區的人民 你不能反抗 佔領者有佔領的義務 有權利喔 所以佔領區的人民不能當兵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當兵 你有武器 你不服佔領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繼續在打嘛 會對抗嘛 對不對 你再打再對抗啊 所以佔領區 佔領區的 武力大概只有維安 的部隊 那就是警察而已 只有警察才有那個 那一方面的武力 所以我們真的不用當兵 所以我們真的不用當兵 我講回來啦 中華 中華國民黨就是台灣治理當局啦 他們有常說 那就是他們不服管教 還是說這是暴亂啊 我們就再深思一下 我們再思考一下 如果說是因為這個暴亂 事後結束了 請拐拐拐人就死了嘛 那算了吧 問題又來了 中國國民黨 台灣管理當局 228結束後 他們 還沒有結束 他們繼續怎樣 親鄉 你們聽過嗎 親鄉 親鄉知道嗎 我看自己都不歡迎 親吵 親吵的親 鄉是鄉下的鄉 親鄉 他就是跟派部隊 去那個 各個地方 你是頭人 你是讀錯人 你有見識 你是好長 你是老師 你言語上有點 比較反 反抗當局的人的話 他們都是 晚上都出來跟你抓 你就沒了 親鄉 親鄉一陣子過後 他就是白色恐怖 所以說 他們真的是在統治你 因此統治階級 美國叫他們來 美國叫他們來的 美國叫他們來的 他是台灣治理當局 以前有人說過 台灣治理當局 這句話 是美國人說的 他們是在台灣 他們是以台灣關係法 給中華民國定義 中華民國在1979年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一開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美國並沒有生人 他生人中華民國 他在統治中國 他在統治中國 這塊很大的土地 美國一直排斥他們 因為他們是共產國家 他們喜歡中華民國 他們中華民國 在他們的參眾議院 他們的民意機關 那種很好的 友善的人士 他們支持 反抗到1979年 不得已了 要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 我們 我們那個 台灣當局 美國就發 做一個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 然後來管台灣 台灣的關係很簡單 他不承認 因為不承認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的所有的關係 跟我們無關 算死去 所以說 像中華民國以前的 中國銀行 他們趕去繼承去 中華人民共和國 繼承去 他們就改善 中國商業銀行 又改名 啊 上面那個雙向園 以前是中國的大使館 就是中華民國的 他們買的 正題交替的時候 他會繼續沿用 所以他怕去 中華人民共和國 取代 就快買了 那個高法德議員 美國的高法德 他是那時候 退伍軍人協會 那個主席 賣給他 賣一塊美金而已 這個紅桃 這個風波過去後 然後再過 過付回來給我們中華 給我們台灣管理當局 前陣子 說雙向園 那個雙向園 然後就 增國齊 那現在雙向園 所有的錢 還是中華民國 贏的 治理當局 贏的台灣代表 就躲在那裡 我們自己 大家就清楚 咦 在 台灣 這個政權 美國人是說 他是叫做 台灣治理當局 一個國家 我們如果不承認台灣 不能承 我們還是承認台灣 是中華民國的話 我們會自打嘴巴 他們很清楚 你在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 你可以上那個 美國AIT紅針 你在那個 右上角有的法案 你去點一下 他就會 照出很多法案 三個公報 台灣關係法 建交公報 你去點的時候 你會看到 看到台灣關係法 他幫你翻譯中文 他沒有翻譯中文版本 你只要點進去一看 你就看到 中華民國 他們稱為 台灣治理當局 所以我們看外電報道 台灣當局 台灣當局 他們就是 說台灣的 中華民國 只是我們認為 他是中華民國 但全世界 沒有人稱讚他 如果承認的話 就是 就是跟他建交 中華民國現在是 跟幾個小國家 金錢外交 他就跟他建交 但是 我們要不要跟美國 澳洲 日本 大的國家 做經濟 還是什麼交流 要嘛 對啊 所以我們大部分 都不是以國家名義 不是以國家名義參加 不是以國家名義參加 像他們說 日本 什麼 日本交流學會 有嗎 還是台北 什麼經濟辦事處 有嗎 還是澳洲 什麼 什麼交流學會 有嗎 還是經濟什麼處 他們都是以非國家的 型態 在全世界 跟別的國家 強盛跟經濟能力強的國家 在交流 但是他沒辦法用中華民國 他們是這樣 不過 就台灣人說 他們回來台灣就說 我們是中華民國 我們自由 我們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有沒有 在台灣都這樣說 不過他去國外 他就是 他就是用什麼文化交流 學會 還是什麼經濟辦事處 所以他是騙人的 那是騙人的 我們大家要清楚 因為大家要清楚 因為大家要清楚 都容易被欺貌 我自己就沒目視 很簡單的動力 像說 我們今天去參加 奧英會 奧英會 奧英會是一個運動賽事 國際的 比較大的 奇怪喔 啊 台灣的代表旗是 五個圈圈 奧英會是五個圈圈啊 國旗不是代表國家嗎 對不對 代表我們的主權 我們的一些表征 怎麼一個運動賽事 就把我們的國旗換掉 他是憑什麼 還不怕你們的董事 怎麼就第一名第二名 運動賽 國旗身上一百萬人流出來 奇怪 這是什麼國旗 你怎麼看過 你看美國人 日本人 中國人 他們贏都唱他們的國歌 做他們的國歌冠軍 升他們國旗 表達我們是哪個國家來的 得到這個殊榮 但很奇怪 台灣人民好像想要唱台灣人 我們自己真的好片 還不敢 怎麼會莫名其妙把你國旗換掉 都不會反應 那是主權象徵啊 那是主權象徵啊 那是主權 哪有一個運動會主席 就把我們國旗換掉 要讓人知道真相 說得難聽 我們沒想 在法理上我們是 是一個流亡體制啊 你去生年儀啊 你們知道嗎 你們承認他喔 你們拿的是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拿的是中華民國的護照 你是中國人 你是中國人 你說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有這樣嘛 也有人這樣講法嘛 不然我們要想一下 我們要思考一下 說這句話 說這句話感到 如果說有一個美國人 說我們爸爸是英國 既來的 獨立戰爭而已 我第三代 就說有 他如果講法說 他是英國人也是 美國人嘛 你如果跟美國人說 他一定覺得奇怪 他叫你相後團 老頭幫你包 說我美國人 就美國人 你說我又是英國人 又是美國人 咦 你去問人 人家會說 我的美國人 就美國人啊 為什麼你們台灣人都會說 我會是中國人 我祖先為他來 人家說一通 這堆土地的人 人家都在想什麼 對吧 你如果說 我祖先定國來 沒關係啊 我已經移民了 我要效忠這塊土地了啊 我要效忠 因為我有落歲 真正是他叫我去做兵 所以他要照顧我 你知道意思嗎 有權益有義務啊 所以台灣人 你又想說 如果是兩個中國人在談 說我福建人 我台灣人 表示你是認同於國家 我是以區域範圍 我說我什麼姓 什麼姓 我上海來 我北京來 他認同那個地方 才會把那個國家省略 我們不是啊 我們每次都交成這樣 又有國家 然後國家裡面又有那個神 像你說的神 台灣神 我是台灣人 我也中國人 要表示什麼 你就認同你是中國人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 我們說 我們是台灣人啊 啊 最重要的是 我們是日本的台灣人啊 對 我們是日本的台灣人 對 我們是日本的台灣人 我們是日本的台灣人 啊 說到路政客 我們是 大陸本帝國的 台灣 我們不是 其實我們是皇民喔 以前 前陣子嘛 柏春啊 那些 國民黨的高官嘛 他們說 我們是皇民嘛 柯批公議 是皇民的後裔嘛 我們怎麼想想看 民主黨說 我們是日本天皇的土地嘛 日本天皇的土地 我們想想說 嗯 那怎麼 土地確定 剛剛有講解過嘛 卻很確定 那我們是哪時候變日本人 因為是殖民地嘛 對吧 其實就是 就是有頒布 民治憲法啦 他們有頒布 在1945年時候 41號 頒布民治憲法 關這本土地的人 忠祝 就有頒布 我們是 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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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國家大事也參加 國家大事也能參加 像說有的人不太清楚 我要告訴大家事實 喚醒大家的記憶 台中的物豐林家 鄉民有一個叫林獻堂 你們有沒有聽過 有的人有沒有聽過 林獻堂是武豐林家的人 很有錢也很有聲望 他在清朝時代 也是科舉的秀才 他那個身分是有錢人做秀才 他的家族 但是林獻堂還有一個身分 他還有一個身分 那個身分就是 他很過日本帝國的議員 你問他們的後代子 他們都知道 國會議員 不是地方議員 國會議員 台灣早在日本日治時代 找到有了 然後在1945年的4月要開始 台灣就有選 他們的國會參院中院的議員 去參加他們的國家議會廳的工作 的議程 這表是誰知道嗎 表示說 議員提什麼 像是ROC 管理黨局他提什麼法案 我議員 我用舉手反對 提案我在程序裡面 就把它消掉了 表示說那個人可以 代表台灣可以決定 大日本帝國 他們的社會制度 前途 他們的政策 如果 不是我們自己的人 我如果可能說 你不是我們家的人 你不困 你來我們家吃飯 也要決定什麼事情 他就是把你當作自己的人 所以你用決定 我們的命運 也可以決定日本的命運 你是 你是他自己的人 他認同你 所以那時候就是 變成神聖不可分割了 因為 實行什麼 明治憲法 一九十五年 四位一合 像一間的高砂族 有高修義勇軍 高修義勇軍 那時候是義勇的喔 不是真兵喔 你知道嗎 高修義勇軍 踏腳三口有嗎 他們的想是 他們不用做兵喔 他們自己來做兵 他們的 在 第二次是在晚期的時候 我們大哥有去做兵 做藍民 去藍民做兵 他們去南洋當兵是 真兵 很多老的百姓 很多八十幾個 有來上課的 他都知道 他有的甚至有去當兵 不是國民黨 報索 電視說什麼 去做軍服 軍服不是當兵 軍服也是當兵喔 欸 炮彈來 會分你去軍服 不要炸你 也是會炸到你啊 如果他帶你戰術喔 你軍服也是帶啊 被敵人殺死 都會啊 那要表示什麼 你效忠他 你願意犧牲真命 國家要就是要有這個責任 怎麼樣 保護你 保護你的家人 保護你的妻子 保護你的子女 因為你是保護國家嘛 所以說他就要保護回來嘛 相對的嘛 就我們去做兵 是神聖的耶 欸 做兵的死人耶 不是說跟 莫名車去做兵 做兩年做三年回來 有的是做兵沒有回來的耶 就放一個 用一個季風信過來說 因公殉職 國家感謝你 這樣就沒有了 你知道嗎 這樣就沒有了嘛 但是 在日本自衛生大戰 因公殉職 像我們台灣聽說 有的資料 說 日本政府真的有 叫那個 一國也幾千塊而已 叫來台灣 他做兵有試 他有紀錄 他就一直寄來 一直寄來 撫恤軍一直嚇來 台灣民國的人 可能有啦 我們台灣人沒有啦 你知道嗎 他們是只是叫 幫你教而已 可是他 內心深處 沒有把你當做 中國人 他是要管理你 好方便 你看不出說 有時候有一個誤差嘛 但是 你如果說公義的時候 你就容易了 自己都要管理你 要教父管理 他比較好管理而已 他比較好管理而已 因為一般來說 你管 佔你當局的人 不可以改變 這邊人的語言 風俗習慣 不可以 也不可以 離路大量的人口 改變 這一塊地區人民的結構 那是種族滅絕 突然想說 那個 新疆西藏 西藏 西藏達蘭阿媽 處理變流行政府 如果他要 他要回到原來的西藏土地上 這個政府就活起來了 但是他流行在印度 雖然是政府型態都在 但是他沒有土地 他沒有土地 所以說他仍然是流行政府 但是流行政府 有很多的特點 他也有選舉 他們 在德蘭沙拉 在印度 印度那個政府 他們自己 那個人民也選出 他們自己管理 去做政府組織 都有 有 甚至他們也有怎樣 他們也會怎樣 拿護照去國外 去旅行 像 那個 他有去那台 他有拿那個護照 去美國 我們有時候說 西藏的 有去美國 宣揚 他怎麼出去 他有拿他們護照 民主國家 中華民國 主權獨立 我們有護照 啊 劉王智也有護照 這是你沒行過而已 不然你就在德蘭馬 他們出國 他人民沒有出國 土博亞人沒有出國 他們也是有護照啊 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嗎 我們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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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一想一想 到最後 國民黨跟我們說 國家有 要有土地啦 要有人民 要有政權 要有外交權 對吧 可以形成一個國家 台灣 台灣人是台灣人台灣嘛 好 那是錯誤的 好 好 不要去哪裏 你 問題 我們想一想 台灣人在哪裡 如果說我們要建國 台灣人在哪裡 找不到台灣人啊 找不到台灣人啊 我們有民政委員 我們有四萬幾個 四萬幾個 四萬幾個 有四萬幾個台灣人 啊 土地什麼人的 也不是我們的 我們也沒有台灣人啊 土地也不是我們的 你有做政府嗎 台灣人跟我們 組織一個政府 沒有啊 現在是有了啦 我們民政府啦 美國給我們扶持的嘛 我們跟我們外交權 跟我們建交 中華民國 劉王 劉王是劉王 不過他跟一些 什麼什麼 什麼 中南美洲小國家 他們還是用金錢回來 還是有 其實中華民國 他們的劉王政府 威脅比我們高 是比我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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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加油啊 對吧 我們已經把更多的台灣人 找回來 然後再民政府組織架構 在政府組織架構起來 美國人會信所承諾 美國人是法治國家 他們的信所承諾 他們會 憑恨我們台灣人 台灣這台土地自治權 高度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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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到高度自治 有很多的台灣人 又受到國民黨交易 說我們一定要建國 我們就要怎麼樣 沒有辦法建國 沒有辦法台獨 獨立 好像什麼都不是 可是在國外 他們的自治 也可以參加人家國 他們沒有土地 沒關係喔 他們沒有土地 可以建國 他們沒有土地 可以建國 所以可能會移動 認為他們會穩固 如果建國 做那種 我建議要做那個店 我建議要交給他 我建議要交換 他們要交換 他們交換 他們允許 你就可以做吧 一樣喔 澳洲 英國有個大英國學 你們不知道 英國是Kindle 英國就是 那個國學裡面就是英國 算是母國 英國跟澳洲 紐西蘭 印度 很多國家以前是 他們的殖民地的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紛紛獨立 但是問題來了 他們那個土地 澳洲土地還是加拿大土地 以前都是英國女王的 主權是英國女王的 但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紛紛獨立 算殖民地 原本是英國女王的 所以說他們沒有那個土地的所有權 但是他們有沒有獨立 他們有沒有在英國有個席次 有 他們有 像我去澳洲的時候看到那個 國會消費期間我去看 他們在那個大廳堂 英國女王說有來 就有簽那個 那個國家就是 跟澳洲 英國皇室女王 跟澳洲人民簽一個 簽一個合約 我宣布你 怎樣怎樣怎樣 獨立怎樣怎樣 我可以把土地讓你們 有澳洲人民 人民一個一個選票 把他選出來的總理 我承認 然後你要 但是你要加入大英國協 所以澳洲人民 他的總理想要算 他是關專 由澳洲的人民 公民把他選出來的 但是他會做一件事情 你選出來以後 不是說有宣布就任了 不是 他還要坐飛機去英國 不是去把英國的首相 英國政府 不是喔 他是去把英國的皇室 跟他們努王說 澳洲人民把我選出來了 請你授錢給我 管理這塊人民的土地 這塊土地 跟這塊人民 英國的議員都會說 OK 好 反正你來 你澳洲的人選出來 他就是都OK 他就回去 宣布管理這塊土地的人民 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什麼 所有的事務 那是高度自治 他在聯國有一個席次 澳洲有 加拿大有 紐西蘭也有 甚至印度也是 以前也是他的殖民地 印度也是喔 那有沒有好處 有 他那個就是所謂的邦年 原來是Kindom 那就是邦年 邦年就是他們共同效忠一個組 因為主權 因為土地主權 就是英國女王 他們共同 擁戴她 維護她 每年有一部分的稅金 小部分 要給皇室 啊這樣是不是給英國喔 不是給給英國的國會 還是英國首相 不是給他們 是給英國的皇室 很少 不多 然後她所有的稅金QQ就是 永遠就是花在自己土地上的人 啊她土地上的醫生啊 工程師啊 還是什麼師啊 師啊 欸 那個 印度阿山 我們看他黑黑了嗎 他在印度職業當醫生的話 他也有資格 申請 只要過去他也可以當英國的醫生喔 英國醫生也可以跑來印度 紐西蘭 澳洲 加拿大 職業 可以 他們都有 他們是邦聯 他們可以自由來 自由移動 自由移動 啊 所以我 我們 最好的狀況啦 我們是高度自治 以後我們以台灣的民意 還是用夫婦謀殺 給我們鼓名 參加聯合國 啊 請天王 賜給我們 這個 這個土地 我們每次都經過他意見就好了 公奉 跟日本政委一樣 共同效忠 聽謊 他一定跟我們講好條件 大家簽個合約 我們就要高度自治 自己管自己 其實跟獨立差不多耶 不是不好耶 因為一定我們就沒有那個土地啊 就是我們說 我們是說法理喔 說我一家 我沒有想要賣 我沒有想要賣 我想要留給我兒子 我兒子留我孫 對吧 萬代久遠嘛 對吧 給我高度 或是說我才能放給我兒子孫 他說 我們老邊 我們阿公 放什麼家 哇 我比較好過嘛 國家也是一樣啊 帝王也是一樣喔 他是國王啊 我也希望我給我的王族 我的下一代 年代久遠嘛 生生不息嘛 萬代久遠嘛 中國有死 也不告訴我 是阿公 後來 我怎麼如果有什麼 你這樣 你 established 你這樣 也沒有了 我會 他的同意,我們就可以這樣子做 我們就可以高度自治 我們就要說你了 問我住一家 我們住一家住一家,住一家,住一家出事的 人家說我死,我兒子,我孫也住一家 你跟他租款 不是你的就是不是你的 你住一家,讓你住 永遠租款就是他的,不是我們的 不是住一家就我們的 還是說我們來公道 我們來公道就變我們的嗎? 我就這樣說 我們來公立 trailer 我們剛才要講你的 我們在這裡 都不太講你的 這樣就有點像中國人 不然講一通 就像這樣 釣魚台好了 釣魚台怎麼說 釣魚台是誰的 有人說中國的 有人說台灣的 有人說日本的 我們就來探討開槓桌 中國是說他們的是甚麼理由 你怎麼知道 他們的理由就是說 當初隔浪的時候沒有講到釣魚台 下官條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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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沒有點交就有釣魚台 日本是說我當初點交的時候 我就對我宣告這個土地 這個土地是我 所以說 清帝國跟日本帝國 大清跟大日本帝國 這兩個帝國已經交接的時候 沒有點就這塊土地了 是這樣子 但是沒有點土地 就被人說我們要認定 這個土地是怎麼編入 國際法有規定 國際法有說發現 說這個土地沒有人 我先發現 對我先發現 我先發現這塊土地的 就發現 因為看你的土地是你的 你就開始公告周知 跟選選人說 我發現這個土地是我先發現的 我直接 大家都知道了 你發現這塊土地 再來呢 他不是說我先發現的 我就 就我的 不準算喔 還不算喔 你可能就怎麼樣 你就要去建設 你就可能要去建一個機場 建一個石碑 或是叫阿兵哥去那裡 住所站那邊 你就佔住了 你就佔領了 不是 你就是佔友了 佔友又要怎麼樣 你要編入你的行政體系 你的地震 你就開始說這是什麼所在 想說 佔友台像 日本時代是宜蘭州 一貫政地震 是編在宜蘭州 這段其實你有意見 國際國家委員要提出來 要提出來 要提出來 你什麼女生先發現 我比你更早發現 問題是你不派人來那裡講 沒有那個意願 你發現阿 比我以前還沒在議員 要在土地嘛 所以你就是沒有來講 你沒有來編入 你沒有做法序 國際上認可的動作 所以你怎麼說就說不通 中國人以前是什麼 入權國家喔 中國很重視入權 但是它 它是海權的 海權落國 中國人喔 比較沒去 不喜歡海外 而且他們還常常有海進你知道喔 他們常常海好進 日本 那個 正從說 應該收復一夭 他們甚至還叫人民說 不能躲在海邊要10里 還退居10里之後 跟日本當初的民資縣法的時候 黑船事件來攻的時候 那本來是鎖國 跟中國一樣都鎖國 然後就黑船船長 拋他拋他 他就說 怎麼比他要強 來談判 就開放港口 日本有黑船事件很有名 就是因為日本的黑船事件 他覺得說 國際上人家怎麼那麼厲害 我們都不知道鎖國鎖在一起了 然後他們就開放港口 後來就是他們就開始說 這樣日本會王國 你就頒布民資縣法 要做什麼 要改造自己的國家 拖洋入歐 學習歐洲各國的制度 要他們的社會 要他們的科學 要他們的武器 要怎麼製造 媽媽怎麼在日本就 就過去了 這就是說 我們就當時 要把土地編入 都有一定的法定程序 你不用說 我不會說 我們是說 要去娶媳婦 我說 這個女孩子很漂亮 我蠻喜歡的 他說 啊 兒子 你去鎖鎖鎖 去他帶 我們的醫院 對不對 我們發現這個女孩子不錯 我們這個醫院以後 我們是要叫媛媛婆去跟公親家 教育情的 我們以前是公親家 我們跟公親家 得到允許的 公告周知 要允許的 我們把他帶回來 帶回來 生的孩子去去廊後 邊路 對嗎 很像啊 像我們 國進法就是自然法 就是我們的 自然法 這麼瘋路 那就是跟人的思想 很自然 結合在一起 就是要這樣做到合理 你沒這樣做 沒合理 你有效忠 你有權利義務 你有效忠 國家就要給你保障你的生命安全 你有六歲嘛 對吧 像我們有人頭髒髒髒 像我們做兵的時候 當兵的時候你敢去當兵說 你當兵有吃飯也住在那裡 你敢有六歲 國防部 沒有嘛 為什麼沒有 吃人家用人家的啊 為什麼 當兵是我們的義務啊 保衛國家啊 對不對 我們都要這樣想嘛 你想到中華民國生活怎麼想啊 除了當兵的印象以外嗎 還有什麼 受教育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要想一下 你想一下喔 受教育也是啊 而且我們是義務教育的 我問你 你國小啦 國中啦 那個義務教育 你有六歲嗎 有六歲應該是不用錢的耶 你知道意思嗎 怕說我住在山頂 還是說得貧困 還是說住在那裡的高山子 走到那裡的那裡 那應該都要不用錢耶 他們生活困苦嘛 那你國這個國家強迫說 你的人家一定要去讀書 我像以前的說 我兒子用去榜牛嘛 去養牛嘛 用去幫忙家務 養豬 切豬菜嘛 可以做那些工作啊 幫忙家務啊 做實的 做廊的 我會有五歲的 Joh 要看白頭啊 掛豬啊 我為什麼我兒子十幾乎 剛才大人家要去pow做事 為什麼要跟他去託書 那國家整頂的嘛 不過那就是你的義務啊 你就不需要付任何錢啊 可是我們託書也要錢 甚至呢 那個很可能的 那營養午餐 有沒有 營養午餐也只要不吃嗎 剛剛補助新聞也是報 那些還有什麼 我節目說我們要徵營養午餐 樂捐 那是不對的啊 那非常不對 為什麼 那個是義務教育啊 就是我們做兵保護國家一樣 我們無論的權利也沒有義務啊 說爸爸說我師爺啊 說爸爸明天喔 老師說要出去交友 還是說爸爸明天應該開學了 要拿學費 我就失業也在賣過 要是這個國家叫他負責 負責還要給我賠錢 不然家中我來負擔 那是義務的啊 你去做兵沒有吃飯錢嘛 叫做義務的就叫你 還要入錢跟你怎麼樣 欸 台灣人 太多了 大家清楚耶 他都會幫你搖 幫你歪錢 幫你給水金 一定用力 一定用力錢 一定會幫你管 啊你都不合 不這樣都不愛專業嘛 我覺得自己也做 很厲害的啊 中華民國 把你管到 中華民國很厲害的啊 台灣人家說 有得怪的 有得不聰明的 要想想說 以前都沒有聰明過耶 以前人家說 我們師爺說 那算是二十一八 那 compañ人家說 你說 幹什麼 那算是那說什麼 那我得請就有九一八 對不對 我找什麼二十二八 請都不請都不請都啊 是不是這樣 那叫二八十二 怎會有私兄 怎會有私兄 那有私兄 老師沒說啊 老師叫我們做什麼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我們不要有審君情節嘛 就能幫我們教 問題他就是中華民國的老師 會教中華民國的教科書 教科書是什麼人寫的 你放心嘛 中華人寫的 他要幫你洗腦 你太清楚喔 我們看新聞就這樣寫 我們想到就是這樣教 我們看報紙也這樣寫 甚至電視也是這樣寫的 自己都傻了 我們是中國人啊 我祖先中國來的 還騙你的啦 你如果說祖先中國人來就好啦 滿記憶啦 你就歸於這塊土地 要效忠這塊土地嘛 你如果一直想說我是中國人 你是台灣人啊 台灣人是什麼國家 台灣是什麼國家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從來只是個地區的名字 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 也不要做過醜國家啦 台灣是誰的 台灣其實台灣 以前台灣人名 就是日本人啦 日本人 你們說 英文說 國民黨說那是倭寇啦 大日本啊 或是說 日本走國 不敢這樣 把他們教嘛 其實 我們是 警察作伯 其實我們就是日本人啊 哈哈 你看看 感覺很奇怪耶 什麼 因為他就把你教 說借國啦 有的嗎 阿薩布魯啦 然後屠殺人民啊 什麼啊 南京大屠殺 把他們教成這樣嘛 啊 問題是 聽說南京大屠殺是偽造的 有人提出證據的 阿當這個要看圖片啦 我沒有用圖片出來 阿當 不要講那麼多啦 我講好了 喔 說了還越久 阿 阿我們 我們就慢慢來了解 我們不是中國人喔 我們確定不是中國人 從歷史啦 從他的作法啦 我們不是中國人 阿不然我們說福利好了啦 阿 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說福利啦 吼 我們來民政府啦 你們有沒有辦事文情 有的有嘛 有的沒有嘛 阿我去跟他們說 啊 把台灣人找回來 叫來上 叫辦事文情 阿就 有的就 有的就說 有的就說 怎麼可能 很多啦 很多講話 只要民政府們都有這個遭遇啦 怎麼可能 笑的啦 不可能啦 不可能啦 那有的 很多人就疼了 但是說 嘖 那 那 我就把他趕走 我說 美國人要趕走啊 不是我們啊 我們就沒有無力了 是美國很大 世界 世界強國 強權嘛 是要負責把他趕走 不是我們 然後我們再 帶我們進來 這個 政府體制 然後交接 說到這樣啊 當然最主要是 台灣人比較愛錢嘛 我就說要說福利嘛 說喔 後到18歲 說自己說有家啦 18歲有家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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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 與 有 有 有 真的嗎 很 可以嗎 我 你 說 說 虛擬 你 五 雷 你看 你就走來 好有的跟問說 四萬一塊 問到一塊八了 好 我不要說這 我說回來 自己聽 我跟他們說 福利是人說 哪有可能 跟本一間房子 欸 真的一間房子真是錢 對不對齁 啊 我說回來 自己聽 欸 台灣一人 無處 國家本處而已 對不對 啊 你不知道什麼人 我媽說 你就知道我說什麼人 啊 他們 他們水電瓦斯都半價 他們每個月都有那個配子 油啊 米啊 鹽啊 啊 今天是比較 比較不太好 啊 民國五六七十年代 哇 很好耶 那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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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聽說 那什麼人 他們沒有房子 有眷屬這麼大了 有嗎 對不對 有眷屬住 那什麼人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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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什麼人 說一句最簡單的 那就是中國人 他們是中國人 他們來的時候 他們如果沒有帶土地來 是我們事業的 你知道嗎 我們政做政事業的 他們來的時候 人生地不熟啊 他們做什麼 他們就是 我印象說 我也是說 我們大企業在市場做 他們來的時候 阿山來的時候 把日本人打造的 裡面台灣人 司法官的推示 那都打了 他們都會自己人去面 跟他介紹他們同學什麼來 那看他們真的贏貴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來的時候做什麼 你有水準有頭過的設定 就做公務人員 阿你如果 你比較厲害 跟官接力做軍人 阿你如果最老 最老你才有做士官 最差的士官長 自己都要本一間房子 不管大小間 都有啊 有房子 中國人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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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對就是剛才 我們都弄人 我們說我們是養殖業 養主婦,我們是養主婦 有人在說笑,不然我們講回來 那個時候 我們台灣人說,我們十八有一個家 沒有人要相信,老的話就有房子 人家都視而不見 台灣人,實在是我們想的也不簡單的人 就說,不知道福利就肯來 他也不簡單 他就有那個心境要來,真讚 台灣人說,國人福利 好像我們不夠多拿那個房子 或是不夠多享受那個福利 我們都很微微縮縮的 你去做兵 萬一說英功殉職 或是為國家殉職 你每個都要怕你 不然我不怕,我們爸爸媽媽老 或是要扣誰 那國人要去啊 對不對 所有台灣人都會問一問啊 當你做中華民國 你的職業軍人就有照顧你了 那是因為你跟上 還是你靠到軍公交人 你跟上他們那台車子 跟他們一樣 做那台 那一群火車 那你就會比較好 那你就會比較好福利 像我,我們阿姨 他國小,他師尊 他雕國小到老 那退休啊 二十五、二十年了 一國人也領18% 到那裡 一兩千萬一上 比他賺得好 他們的兒子賺得更順利 對吧 啊這跟公平 那年輕人2.2K 兩萬一而已 好,你看 你看,你想看 兩萬一耶 你叫少年兩萬一 我生孩子又買房子 兩萬一是怎麼買 他怎麼要照顧你 對 自己要請啦 他用國家的力量嘛 政策嘛 會導致的改變嘛 對吧 沒有啊 他們沒有照顧我們啊 可是說 喔喔喔喔喔 不然你去課啊 軍工車人 人會課你會課啊 你不去課公務人員啊 欸 我們小時候比較多就知道嘛 以前他們怎麼取公務人員 他是三十六分之一你知道嗎 我們三十六個省份啊 是說你要30人去看 我跟你說 什麼 蒙古 新疆 江蘇那些都一省一個 台灣也有一個 台灣也有一個 台灣也有一個叫一個 你會整一個 變一個一省啦 欸 你有三十萬人去選的時候 是我們要拚 贏三十五萬多人你知道嗎 台灣人才有選一個 新疆 蒙古的來的 那說來台灣的沒幾個用風啊 他逃爛到台灣可能 說來五個 十萬人 要十萬人 要十萬人 有一個來報名就對了 你知道嗎 那你就說很遠啊 台灣是要怎麼做 做命運啦 那所在是 那變成說 用各種行政措施 限制我們的就業權 不要讓他們進入這個體系啊 那是因為後來台灣人 有很多人有很多 有很多 沒辦法啊 有改嘛 他要就地好啊 那時候就 啊不然那時候 新聞前還要下台灣省嗎 都要下台灣省嘛 他自己分耶你知道嗎 你如果下什麼 上海市啊 是北京市啊 什麼難 由於台來 那外省的嘛 我們說外省的嘛 其實是中國人嘛 那是中國難民 他怕抗台嘛 政治受難者到來這裡 他怕抗台嘛 他是政治難民嘛 他是難民 怎麼說呢 我們都生死亡啦 我們福利很差啊 有的說 沒有法度啦 一般的公園小 我們要做一個 火政屬秀 鐵政屬秀 那也要靠啊 那多好笑呢 那有的說怎麼知道 要靠一塊 對啦 他們外省的都 他們主管都外省嘛 欸 現在是好像有比較好了啦 以前的主管 都是外省的 我們台灣人 頂多是做到副廠長 廠長是他們做的 總經理是他們 副總經理跟台灣人 那副的都 真的跌走西走 也要管理的 有的什麼 總經理都官派的 都贏的毛的啦 空間部隊 都贏的毛的 就算小小的 公務人齁 這裡的主料是說 他們齁 他們怎樣你知道嗎 我主管是外省嘛 自己人照顧自己人 啊 這是中華民國的體制啦 他是中國人啦 也是他們做啦 以法律來講 中華民國的官員 也是應該由 中華民國的人民做 其實也沒有錯 沒有錯 其實我們不知道 他們甚至說齁 也不用考試啦 不用考試啦 不用競爭啦 說我要做保證書 你就走來 我自己先做雇員 做三年 以後你的資格 你都參加他們內部的 深等考試 你知道嗎 你變正式了 你變成公務人員 就是這樣而已 跟為君子轉公職 你知道嗎 你退入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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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轉來教書 所以很多人 他們現在內部的 妹妹真正的 聽到嗎 交鼓 我的學生 我現在的親愛也是 對得到 我很多位 親愛的 時代都在 他整個 你聽不懂 你是要怎麼答 你明明 那元偉 他回去也是不空 是不是 像說 不可以改變當地語言 當時台灣人說什麼 說日本語 他講台語,他強迫你要學國語,那些國語,那些華語 我記得我那個數學老師說得很明顯 講當初我也是很困難要學國語 還是會流行更多的老師,推送回來,那老師都沒有在 像這個都85歲以上,那老師都沒有在 因為之前都30-40歲嘛 現在我一個50歲項目 推回來都七十幾以上了,大概80多,應該都是80多以上 那有的都沒有在 他們也很慘耶,政權改變妖 強迫他們 放棄他們語言 然後講一講一講一講 你才能夠教授 對不對 他們很可能 改變我們的風俗習慣 改變我們的語言 他們應該來幾百的 來兩百的 美國三四年 他們是來接嘛 就是1935年來接 9月2號以後來接 接著要滾到來 他們失去政權時 來兩百多萬人 他們的難民 來兩百萬人 那以前台灣幾百萬人 六百萬人而已 六百萬人 剛才向來兩百萬人的中國人 這個問題就來了 就像我講的 那都叫他們自己人嘛 那台灣人做什麼 工作人員 這個地方人所變那麼多 工作人員是一定的嘛 他如果進來這個工作 就變台灣人沒工作嘛 對不對 那本來都 本來每個人都 米、鹽都沒有工作嘛 結果來兩百萬人 米、鹽都沒有工作啊 物資也沒有工作啊 衝突不下啊 他們說國語 我們說日本話啊 我們說台語到日本話啊 他們聽不下啊 他們聽不下啊 他們聽到日本話很少 他聽不下啊 那他們是什麽 他們是戰明者啊 他們是強勢的族群啊 他們會變成夭迫你 他還會把我說 二十八嘛 因為是社會問題 很嚴重的社會問題 很多人認識了啊 對不對 沒有啦 飯米又拿去鄉海賣了 他們應該要國公內戰啦 剝奪 掠奪這邊土地的米鹽 送回到中國啦 台灣人在日本時代的戰爭 都配給 都可以吃 中國 所有人 自己都可以吃 都可以吃蚊子車嘛 這都是喚醒大家的記憶 很多的都聽到啦 不然聽到就聽到建議 那就是一個社會現象啦 二八一定會發生的 不是說不會發生 那是剛才那個麥斯爺爬 自己爆發 這是大環境社會一直在醞釀 醞釀 醞釀 壓力越來越大越來 剛才說那個賣分也會爬 十五人的賣分也會爬 他開槍 自己暴動起來 搞不好就說一個什麼 搞不好如果說 說是很多那些 很多那些 特殊的狀況啦 不然我們不要說這個 所以大家就清楚啦 怎麼清楚我就說 決定台灣的名文就是那個 舊金山合約 國民黨都不讓我們討 國民黨不讓我們讀舊金山合約 都叫我們讀 開羅宣言 對吧 開羅宣言說要還給中國 台灣要還給中國 然後他們過來也要佔領的就是光復 台灣就回歸中國 就這樣就漸掉了 他們就要就地合法 就變他們了 台灣說 這幾年要讓媽媽有很多狀況有的變 有些學者 有媽媽在反抗啊 就這樣我們都說第二條的米 就是說 日本放棄台灣的 主權啊 宣有權和投權 就是Rise Rise 台頭和Quan 這三項嘛 安哥他沒有說要禍給誰 說台灣放棄 日本台灣放棄 安哥不說沒有什麼人 啊 這有我們有很多 要緊要探討 他說日本這樣啊 日本 尤其說日本啦 那個原文是日本啦 日本是日本嘛 但是日本沒有代表 是國家的皇帝喔 因為國家的皇帝 他剛剛說英國女王 他們有很多領地嘛 啊他們派個澳洲總督 紐西蘭總督 加拿大總督 還是美國總督 那類美國的殖民地的總督 來管理這個 我們日本 日本跟我們台灣 動作殖民地 他們也是派一個總督 是天皇喔 派一個總督來管台灣嘛 那些是殖民地 再來第二次在末期的時候 他就沒有派總督了 他叫安庭立志來 安庭立志什麼人叫的是 日本首相 那時候實施民治憲法 他就是叫安庭立志 他剛才是軍人 第十方軍的將領 來關台灣 尋常要跟美國人戰爭 他叫很多關東軍 以前日本的關東軍過來 過來台灣駐守 我們準備要一決之勝 結果美國人覺得不可以 跳躁戰略行 就跳去台灣 直接打烏金 好 我們說回來 變成說 日本放棄台灣 就是日本政府放棄台灣 就是放棄台灣的管轄權而已 因為日本並沒有台灣的主權 像台灣民主黨說的 馬英九沒有台灣主權 同樣的 日本的首相 日本的國會 他沒有台灣的主權 叫他放棄他 他只能放什麼 放棄他有的東西 你不用放棄 人家說你賣家 你賣家 你賣家賣家 你賣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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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就沒有那個主權嗎 我可以放棄我 有的東西 不可以放棄我 沒有的東西 這個主權是什麼人 是日本皇室喔 我們想一下 剛才說日本天皇 因為大清跟大日本 下的合約喔 是 日本是 伊藤博文 啊 中國這邊是 那個叫做 曾國藩啦 他們兩個簽合約 簽馬關條約 簽了 就準算了喔 沒有 自己賺好以後 各自可運啊 是自己的國內 那皇帝玉石它倒下去 日本天皇玉石它倒下去 然後交換 那才有神 你知道嗎 標誌說什麼 那皇帝是所有權人 皇帝也沒有抖 他沒有抖 他沒有抖 這個合約不成立 標誌合約所有人是皇帝 不是日本政府 不是首相 所有款是皇帝的 這樣說回來 既然他說 日本這個政權 這個 日本這個政府 放棄台灣 他沒有說 天皇放棄台灣喔 主權權益 那都沒有 所以其實 天皇還保有台灣的主權 權利 這樣子 如果說 如果說 他放棄喔 有人沒有抖過 法律 沒有抖過 國基法 他不能抖那麼多 國民黨不能抖那麼多 然後 有的 台獨人士 我們要 愛台灣的嘛 台獨啦 建國黨 還是民進黨 愛台灣的 說 那就 沒有說 放棄台灣 還沒有說 嚇什麼人啊 欸 台灣沒說 要給誰喔 這樣 我們住在台灣 就是 有台灣的主權啦 主民自主啊 對啊 他就都這樣說嘛 如果會通啦 那如果 台獨打拚到 五、六、十年 才不成功 是不是這樣 對 我們說 我們想回來嘛 一定是台獨不對 或是一個欠點 有缺陷 直接 國基上沒有幫你生人啊 所以你一直沒有成功啊 要去想啊 像我們說 在台獨米 放棄台灣的主權權利 放棄台灣 可是 這個合佑裡面 有說台灣的事情 也有幾個條 你知道嗎 那就是我們 有到什麼 第二十三條 說 美國是 是 是 主要的 佔領全國 剛才那時候 民主黨說過 主要的佔領全國 如果台灣說放棄啊 沒有給誰 美國人也說 我是主要佔領全國嘛 沒有給誰 那就是 我是主要的 在全人嘛 那當然是我 我管啊 所以美國人很聰明 他沒有說 什麼人 啊什麼人 我 我 我 他主權權利 佔領全國 這個合佑裡面 我是主要的佔領全國 那就是我美國管的啊 他也不敢說他的 你知道嗎 那是我管的 因為佔領不為 宜轉主權嘛 你知道嗎 意思嗎 如果佔領可以宜轉主權 我美國共 我就去講台灣啊 講日本啊 啊 佔領他就我的啊 就變吞併嘛 啊 國際上就都戰事不斷嘛 改一個 改一個 改一個時針以後 哇 蘇聯上講 他就開始又佔了 他要佔嘛 他要支援嘛 就都自己打來打去就好了 全世界都一直在戰爭啊 所以全世界 因為第二次這樣 有這些 那種狀況 像那個 18世紀嗎 拿破仁嗎 拿破仁 他稱自己為皇帝喔 拿破仁 攻下 歐洲很大段的國家 所以很多國家說 那這樣不行 為什麼 因為你 怕他就吞併嘛 你打贏了就吞併的話 大家都有野心啊 我要 我要宣容我的國威 對嗎 我要佔領這個土地 我是皇帝 我希望我領地大一點 留給我的小孩 我的孫子 我的皇族嘛 越來越興盛嘛 會有這個私信 就會發動戰爭嘛 但是如果 你佔這個土地以後 你不能編入這個土地 你就不會想這樣嘛 所以變成 那是人家先進 因為18世紀說 佔領不能轉移主權 可以賣啊 可以贈送啊 但是你不能轉移 你以為賤監的方式敢減 不行 我們說回來 台北說 美國是主要的 佔領全國東人 他有管理啊 他 從早台灣啊 跟日本前 他也是西洋啊 對不對 他風景也落下來了 所以說 他 我們一些欠的戰爭戰 我們也要行啊 我兒子就是這樣啊 我兒子他減二十幾年 日本的土地他們減七年 美軍有親自佔領日本 本州四國九州和北海道 他們減七年 七年了 他們簽了舊金山合約以後 九十天以內他們才離開 他們1945年投降嘛 八海署軍部投降 就要來講嘛 他們是 舊金山合約 1952年 4月28 所以1952年減掉 1945年 他們有減七年 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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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 的時候 他讓 遊求離開 1952年 回到日本 回到日本 背景 還有一個地方 一直也沒有說結束佔領 那個地方就是我們台灣 我們一直沒有結束佔領 美國總統沒有說 結束佔領這塊土地 他有叫麥克阿瑟來減 麥克阿瑟有分配佔領 叫蔣介石來減 國內 經常人減的鞭 尷尬 舊車 那是 越來越過越重 中國人 他們都 比較 不公利 常常人啊 天國 那是 天國 尷尬 不過美國人知道他做錯了事 所以說那時有餘度說 他要求中國人離開 他要親自佔領 因為發生韓戰 發生韓戰 他沒有多餘的兵役 所以也是叫蔣介石站在這邊不走 我們這裡走又慢慢又有一個問題 那是蔣介石的人要回到中國的時候 他要回到那裡 那時是毛澤東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 蔣介石的回家可以從台上嗎 可以從台上嗎 可以從台上嗎 所以變成政治難民 要求他回到中國 蔣介石跟宋敏林說 我們是難民我要破壞 我們要在這裡 這就是主事就是這樣 要求他回家他沒辦法回家 因為他已經改朝換台了 改朝換代了 那怎麼辦 沒辦法 不然你繼續得到大 誰知道一大堂到一大堂到一大堂到還未走 我們台灣人每個月六歲金 福利很壞 都在親人 對不對 都在親人 你去看公司 你們去看公司 你去看公司 自己在養老三婆什麼人 當然 真的有養老三婆比較少 你看公司 抄什麼公司 你知道嗎 不是說我們分 因為這個社會結構制度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這個人民就是 就可以形成這樣的主群出來 這是很不公平 美國也知道啦 其實他比較不敢面對啦 現在有人既然去照顧 照顧他成人 成人就會改變了 希望美國人有勇氣 希望他們信基督 他們是基督教 希望美國人 上帝賜給美國人的勇氣 趕快解放我們 給我們台灣一個自由 公平正義的社會這樣 不然我們實際上都 哭哭做 哭哭做 都沒有所得 跟那個收穫跟那個 都不成比例 像人家說的 你們台灣人 要錢 security 要做 wars 基本hews суп 甚麼 要求 台灣人 很多人 要求 viol 然後 Because 我們愛錢不是貪婪 我們要過好日子 不然你也不愛錢 自己就躲在那邊做 國家國立的衰退 比較怕中央之道 正道 過於不及都不好 再來說 九星合約 他說第三條 美國主要的佔領全國 他有管理 萬一 萬一 他要 讓台灣自由的話 你是要怎樣 我們台灣跟美國說嗎 其實不是 是 美國人跟日本人說 因為 這邊土地他們知道 天王都知道這塊土地是他的 有的日本人不知道 現在日本人都知道 因為民政務同意都去選團 都去宣揚這些 總控 像今天我們有一個人 要去日本去參加酒會 要去跟日本人 政商人士 宣揚法理 我們台灣人還是他們 他慢慢都知道 很多 像 前置我看到 日本的將領 他們的智慧隊 什麼什麼將領 退休的 不過他是退休的 他將領 來台灣民政務最高 有很多知名的作家 日本籍的 他也是有來這裡想 小母 林木善信 什麼 我從不去 他有來想 他的Facebook 他的著作 都有什麼 這方面的資料 所以慢慢 慢慢就有打開 我們台灣民政務 我們台灣 真正的法理 的真相 你不然慢慢的知道 今天慢慢的 已經形成這個共識 想說 除了23條 還有第4條的 財產處分權 他有說 舊記上有寫說 台灣的 國民 那個 日本的 在領區的 人民 的財產 美國有 處事跟處分權 我們知道 我開始說錢了 來問一下 因為 我們會記說 四萬一塊 我們有遇到過 很多人說 有遇到 或是有聽過 四萬換一塊 不 我們知道用的是什麼 新台幣 他用新台幣 標示說 有什麼 有舊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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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台幣 跟新台幣 怎麼換 四萬換一塊 四萬換一塊 小姐 有人知道 四萬換一塊 我 民國七十幾年 七七年 七十五年 一間公務 八十萬 七十萬就換了 一間公務 三四百萬 一間公務 錢會越來越補 對不對 東西 物價上漲 他民國三十八年 以後 就是他 來檢測的時候 那時候 幾年前 四萬 四萬 多少塊 表現什麼 自己都沒有錢 你知道意思嗎 一間公務 那時候 我記得是兩角 和抽的 粗粗的 有 我比較大的時候 慢慢有印象 就是粗粗的 這五千 像一個 蘭花 是什麼 什麼顏色 有 那個銅色 這個銅色 藍花 這銅色 一個五千 去抽抽 那 剛剛 那of 那時候五角 坐車兩塊半 坐車十幾塊 十二塊十五塊 人氣月到開錢 那錢都會越來越薄 以前日本走的時候 他用四萬給人看 你知道四萬是多少錢嗎 那台灣人要問他 沒有錢你知道嗎 沒有錢啊 以前一道米幾塊而已 要是四萬給你多少錢 表示你們就是均貧 不是均貧啊 是均貧 貧窮的貧 他們就有人說 我們要怎麼關這些台灣人 我們是穿草的來 打當地 穿多少當地就過來 都沒有錢 要是怎麼關台灣 台南就美得好 美贊人做得好 再來就是他們跟什麼 他在美國有錢 他在港輸外 不管物價指數上升 通過盤子上升 通過盤子上升 沒辦法啊 就四萬一塊 所以 他用什麼法源 美國人也有法源 中國美國 四萬一塊 其實他應該 他就是有 經過美國的同意 因為他是代表佔領 他要做一種重大的政策 要把台灣人民的錢 沒收 他就要做什麼 他要問美國 美國有允許 美國是用什麼允許 用什麼法源 佔領區 佔領區人民的財產 他們都有處置權跟處分權 所以國際上不是說 沒要求 國際上大家都不講人道 台灣人都抗奪奪奪奪奪奪奪 那國際的外道人士 都沒出來說話 就他們有法律 就這樣合約 第二次世界上 全球全地球的國家 大概五十多個 他簽 就這樣簽約國 參與簽國有五十二個 經過他們的國家 國王 或是他們的議會 國會通過四十六個 標準什麼 在那個時間 全世界 國家都有參與 就是要簽約 弄生年這個合約 所以他給我們 希望人一塊 我們沒辦法 為什麼 他們的顧翁 他們的國會都有生年 我們台灣很可能 實情就是這樣 這三條 放棄台灣 日本政府放棄台灣 管轄權 還有什麼 我們的錢 佔領區人民的錢 就是 我們是佔領區人民 我們的錢 可以處分 處置 有那個權利 主要佔領全國是美國 軍事佔領 主要佔領全國是美國 所以這三條 就我們全副作 幫我們 蓋得我們的戰利區人民 我們台灣人家 要投降到 樹木空的 整個工作 把我們 拋的 我們走不去 所以我們台灣 要投降清楚 要怎麼樣 我們要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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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改朝換代 改朝換代 歷史也重演 歷史也更遠 怎麼要你知道嗎 我們改朝換代有很多的表徵 國教 清朝 把民朝取代了 他的換什麼 換個國旗嘛 對嗎 大清的國旗換 大日本 大明國旗換 大清 差不一樣國旗嘛 跟一個最重要 我們最愛他 最愛聽的 錢換你知道嗎 你不可能說 我 錢草錢幣來做的 繼續用 不可能 你知道的意思嗎 算了他們來的時候 我們是 台幣嘛 他們來的時候 就把我們印清台幣 改朝換代嘛 阿 費率 費率 要怎樣 費到這個政府 他們自己學的嘛 對吧 對嗎 咦 民主有唱台 也是改朝換代喔 您知道意思嗎 我們今天 剛才我們上課 第一堂課 就開始 開幕 就是唱日本 我們臨時國歌 對吧 表示說後來 我們也會做我們的國歌 跟唱日本 國歌 表示說 你是日本天王 我們宣誓可以效忠 後來就是 我們佔領全國 是美國 所以我們尊重美國 是佔領全國 後來他 後來他要保護我們 齁 所以我們三首國歌 齁 怎麼跟朝換代 就變成說 國歌換 國情換 錢也要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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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新台幣後來就不合了 對不對 我自己都用新台幣 要怎樣 費率要換 104萬元一塊 聽說是後來要40萬元一塊 能換賺好 你這裡一塊 立正 Tony 因為他怎麼不要 那怎麼ah ї都沒得到 8萬元一塊 や Ó 你就是會變善家 自己都會善家 美國人有承諾 如果你有身份證你是台灣人 拿出證明你是台灣人 會力不一樣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辦身份證是什麼 購財 你們還有來上課 知道這個獨立 華麗 台灣更正 國際地位 每個清澈都要去做 要怎樣 要去清新增 給予我們的財產 不然你來 因為你聽這個就小心了 對不對 以後怎麼換 不過我講在前面 我們說40萬塊 這個政策 我們是台灣民政府 我們台灣民政府要聽什麼話 對 我們其實要聽美國軍事政府的話 你想要意思嗎 美國軍事政府聽誰的話 誰在指揮 美國國防部 不是美國國務院喔 是美國國防部喔 美國國防部是 職務所的長官是誰 美國人統 對 所以我們跟他們那個 行政上不一樣 我們是國防部 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再來授權管理 台灣這塊土地的人民 台灣民政府再來授權管理 台灣這塊土地的人民 欸 你知道民政府是什麼意思嗎 建立民政府真正的含義嗎 你知道嗎 建立民政府真正的含義嗎 你知道嗎 對 人民關係是對的 為什麼要這樣 好 那我講一下 我講一下 為什麼要有軍事政府嗎 因為那是佔領區的人民嘛 對吧 我們是佔領區的人民 所以要有一個軍事政府 為什麼要有軍事政府 為什麼要有軍事政府 當初美國跟他打戰的時候 他們的國家就是意見相左 他們兩個就宣戰 如果他宣戰是 美國跟他打的時候是打什麼 怕他的政府 怕他的政權 要擠垮他的武力 但是 不是要去殺於平民百姓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美國人不可以去伊拉克 去抬他們的平民百姓 尤其是你的婦女跟小孩 你跟他打的時候 有在做這麼多 伊拉克那邊 他打上 就頭條國際新聞了 讓我們講回來 他今天出兵去打伊拉克 那個中佔伊拉克的土地的時候 問題就來了 他們贏嘛 所以占他的土地 伊拉克的人 並且四處逃散 有的投降嘛 有的四處逃散嘛 對吧 他有逃兵嘛 他在那邊穿 他有穿有嗎 有喔 他有手榴彈嘛 有武器喔 有喔 我逃兵嘛 我倒搖嘛 要怎麼辦 我跑去他們家 跑去他們家 一家家家去幫你唱 你搶食物 搶糧食 搶你的財產 甚至婦女幫你搶爆 在戰亂時間 欸 會發生 會發生 一定會發生 啊 因為他就 逃兵嘛 沒兵爭呢 要怎麼辦 我就要搶了 不然在這裡搖或是喔 他又有武器啊 變為一個搖民嘛 這造成在社會上的不安 所以 所以 佔領軍的人 這個國家 也要成一個什麼 軍事政府 就是要維護 這個地區佔領區人民的社會的安定 安全 所以要去 弄一個軍事政府 像日本那時候 來選擇的時候 因為 美國人 等炸大 那裡東京 很多地方都給他移平 你知道嗎 是移平喔 不是說把炸工廠 這也是人家批評 美國人都不人道啦 那時候有魚燒蛋 風炸 京都啦 東京 那些港口 那些重大城市 他都用魚燒蛋 問題來了 日本人都是用茶 茶廚你知道嗎 都燒蛋了 日本的冬天很冷 你知道嗎 他們宣布投降是 8月15日 天王宣布投降 9月2號 佔領 9月2號 就開始秋天 去黑天 去日本人去過 就知道 那冬天就開始比我們台灣 很冷很多 那冬天 他家人燒蛋了 燒蛋了 燒蛋了 米也是燒蛋了 他要吃什麼 美國人最主要就是 上米 來養活 日本這個土地 所以我們以前說 台灣有米圓 他們就是要有一個 創建軍事 來治台灣 因為 戰爭之後他們都沒有錢 不然沒有飯堂吃 你要向他們照顧人 人民 不是要殺他的人民 是這樣 就是 就是 就是有一個軍事 就是這樣成立 就是這個原因 那問題來 美國人不要說 他怎麼好 我兩個做生理 或是說 我要帶你女兒子 那是 美國人 要怎麼去 管理 我買你的家 你都要寫契約書 有什麼求婚 你兩個人要六個 美國人聽不懂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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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這樣 很多事情 美國人沒辦法管 因為你 不是同一個國家 你的風俗 語言習慣 都不共同 不通 對不對 所以他做很多事情 你不用 說原來 他的思想是這樣 美國人不知道 跟什麼人知道 他本地人 才會知道 所以他說 一些民事事情 美國人也沒辦法 沒辦法管 也沒辦法參與 他就叫本地的人民 叫他 你當本地風俗習慣 語言都有通 也了解 你知道嗎 你叫這頂人 成一個民事政府 西方家門 就是平民政府 就是關民事的事情 關這個土地 人說 一些契約 土地買賣 或是說 土地結婚 或是說 結婚 或是什麼 叫民事政府 來做 成立一個民事政府 要有軍政府 他就要有一個民政府 就是這樣 因為民主黨 有把這個軍政府 被他們說出來 他們承認 他不得不叫我們 成立一個民政府 就是我們 直接 上口 直接公口 跟自己說 宣揚這個事情 就是 就是 因為 因為這個法理 這個法理 我們 美國人 叫伊拉克的平民百姓 來做這個事情 站在他 他也不用說 佔領 我剛才說 佔領 不能轉移主權 佔領 就不用人吞兵 也不是他 時間到了 他就會離開 真的美國有離開 伊拉克 有了 伊拉克 他離開了 軍事政府 以前管的事情 就是要叫一個 政府來管 所以他就是 跟什麼 跟這個民事政府 還茁壯他 跟他抓回來 躺在政府這裡 現在伊拉克 就做到以前 伊拉克的民政府 因為我跟伊拉克發生戰爭 就是要打垮他的政權 你知道意思嗎 表示說 因為我們兩個意見相助 還是什麼 抵觸 就收拔 這收拔的時候 我就是叫 把他打到他 我就叫民政府 回來做這個政府 這個政府 當然我要選一個 我不會反對我 對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們民政府 就是什麼 就是親美派 叫伊拉克 親美派的人 來做這個政務 不然他怕這個國家 跑來不做什麼 叫一個人來幫他反對 不是過世還不怕 這很簡單 法理就是很自然 不要太難 你的同理心 這樣我一想想一下 所以我們民政府 就是什麼 就是親美派的人士 不然他叫一些 反對他們來 成那個政府 這個政府就要跟他打 我承認 打不了 對不對 比如說美國人 常說CIA 電影 電影 都派人家去暗殺人家 人家的元首 電影 電影 那是我們看的 電影 而且確實 他們要怎麼 怎麼去干擾人家 還是說 控制人家國家 美國有時候 確實有 這名聲有什麼好 對不對 當初越南戰爭 打輸 沒什麼好 這樣我們就敢說 為什麼要有民政府 為什麼要有軍政府 因為我們佔領區的人民 所以他不得 現在不得不承認 民政府 因為美國的軍政府 在他們國防部的地下室 但是有一個台灣的 為何 亞太斯的部分 其實有一個軍政府 其實我們不知道 像是怎麼想說 以前有一個 美軍國務員團 美軍國務員團 同樣意思 就變成一個海巡 海巡署 跟魯正 他就是 警備總部 對不對 很多人都會扁 名稱不一樣 這是他本質就是 民政府和軍政府 行政長官裝書 就是民政府 警備總部 就是軍政府 對不對 外面還要動審 審政府就是以前的 就是以前的民政府 他問你動審就是 民政府給它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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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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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大條 為什麼說事情大條 因為美國人 並沒有台灣的租款 跟中國人一樣 他沒有台灣的租款 台灣的租款是什麼 日本皇帝的 日本天皇的 都會獨立 所以他如果說 讓這個土地人民 去公投 去獨立 去做那些獨立 也失去了 日本人 都會這樣 要台灣 要是美國總統 摸摸 還要害 這塊土地人民 土地都失去了 美國總統 跟我要 日本天皇跟我要 我怎麼對他交代 不然他 生一塊土地給他 所以台灣人 不要說 美國人一定是 不會讓你獨立 也不會讓你公投 一定的 一定的 他就是有這個意義 你不知道而已 如果他失去這塊土地 怎麼跟日本天皇交代 佔領 沒有關係 但是土地 你還是人家的 說我做 我做 我做 做給你這塊人 後來的 跟你做沒關係 安國立的聲明說 這個租款 這個存在也是我的 對吧 所以美國人一定 不會讓台灣獨立 當然不要說 這是很合理 很 很自然的 的生活 像我跟台灣傻傻 說 我們台灣 台獨 就是戰爭 美國人跟我們說的 美國人在 什麼人說 我怎麼不記得 說台獨就是 代表戰爭 要叫我們台灣 這邊怎麼改成 因為台獨 中國會 會打我們 中國打我們以後 美國就要介入 然後來保護 來安安 這樣 你說中國會打我們 不是 我說我吃便當 我要去買便當 我是沒有邀 是因為 你邀啊 所以我買便當給你吃 我就對吃 我們台灣人 打一扣 人家說要幫你打 他就說 他要把他打 是他戰爭出 因為怎樣怎樣 你就不要想說 是他說台獨代表戰 就是他打我們 一句話而已 很簡單 這樣就跟台灣人 奇怪 打到不知道什麼 那我就打開 那去扣扣扣扣 也要不扣扣扣 也要抖到中國去 到中國去 到中國都抖起來了 人家說廁所不服他們的名字 你知道嗎 下官條那馬 我哭下去就都放棄了 沒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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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哭下去 哭下去 就能去說 說我 我們老公 說我家把這個家裡不住 我小時候在這間房子長大 經過那裡 啊 這是我們的房子 心裡會這樣想 你敢不說坐在旁邊的母子 或是跟你們說 啊 這是我們的房子 我們的房子 不是嘛 那個高高 賣客人啊 客人也簽下去 你錢也會拿到 廢除不平的條約 我們打法 你跟人家頂上的 前前前輸啊 我前贏 我當時也是贏的 贏的都要權利 所以要賠嘛 你以為漸經發生的合約 一定是什麼 不平的條約啊 有的 中國人跟人家說 廢除不平的條約 你是怎麼廢除 你賠錢賠了嗎 你是要賠回來嗎 你要賠回來嗎 你要賠回來可以 你跟車子條約嘛 對不對 你也要去台灣沒關係 你跟車子台灣說 喔 台灣給你 真正是簽字嘛 我們買賣的時候 是不是要下契約 你簽我簽 過貨 對不對 真正是是嘛 啊 奇怪 我們台灣人 不知道在想什麼 啊 台灣土地這麼多 你說要下什麼人 你也要看合約嘛 像這就有想啊 他放棄啊 沒有放棄他的主管啊 我們用這個機會 用高度自治 台灣人自己管治台灣人 不會去想 要去突破 一直想說 要獨立 要怎樣啦 要怎樣啦 要怎樣 主管就別人了 怎麼都想不 我怎麼想到別人了 有些別人都說 都傻 你知道嗎 我們真的沒有這個主權啊 台灣人沒有台灣 這個台灣土地的主權 是人家的 尊重人家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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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忠他 他讓我們住 他那種電視委員嘛 有黃帝說 把這個封建 封建制度 被這個爵士 或是親王 就是表是這個土地 是我害羽啊 這些人民也 史上也有害羽 這些土地 人民也要做 要繳稅 對不對 我說 我是黃帝 你是我的生姊啊 我皇帝我做 我問你是我做 你是做親王 我封江蘇省下禮 哪個地方的縣下禮 你就是在封 你是在往 意思是什麼 以法律來講 就是 你簽這個玉下禮 你如果簽這個玉 那是說 我生人 我這個土地下禮 你來收這個土地 表示什麼 我們共同承認 這個土地本來就是你的 所以你才要給我 如果我簽了 簽了 簽了 我承認這塊土地是你的 但是你現在是給我了 你知道意思嗎 讓你再想回來 我說香港 有人聽說 香港 他們沒有軍隊 你知道嗎 他們是殖民地 出界地 香港他們的警察叫做什麼 我們看港片有沒有 香港 皇家 警察 皇家 有什麼意思 英國 英國 不對 皇家 有什麼 對啦 因為皇室嘛 英國女王皇室嘛 所以香港 皇家 警察 這是他們 效忠什麼 英女王 大家看看電影 那是什麼 告訴你 什麼 你們 那什麼 警察 他們的女王 人相在他們的辦公室 他們是效忠英國女王 不是效忠英國國會還是英國首相 他們的董督是誰的牌 是首相牌嗎 不是 是英國的女王泰總督來冠 他來這邊以後就自主一個政府 只是鄉口比較小而已 但是也是政府組織嘛 我們才給他清澈 這樣子 一般 像說香港跟中國 他要回歸嘛 就像我講的 香港人贏的分已經決定了 很早就決定了 因為租界地有租約 有啊有下啊 有車租約 有合約 這表示什麼 英國承認 中國人這些土地的租款 要做給我 我要跟他做 我就要向你們說租款是他的嘛 他會很想要合約嘛 對啊 你承認我 我怎麼給你租 你認為是我的土地 我的地方 你要來跟他做 互相承認嘛 要跟他成立嘛 所以香港 其實他真正的 很常骨事實就是 那是中國人的土地 因為這麼好用 所以他要拖回去就拖回去 是這樣的 香港 他是人道主義嘛 因為香港的人 有的四五十歲是香港 那個時候 香港的他們的護照 他們的海外 他是領大英國寫海外人民的護照 他的身份 因為他那時候是香港的殖民地 跟他的地方 他生的人出生 所以為什麼五十年不變 今天說這個人三十歲 開始交接轉移 五十年就變八十歲了 那個人就差不多了嘛 他就是用時間去拖 然後把這塊人民 人權把他拖過去了 所以他們都要五十年不變 就是這樣 那個孩子 幾歲幾歲 他以前就不一樣 一樣 時間就是拖 他們就是用這樣 總是這一群人群 讓這個人慢慢的 你不見了 他就回歸嘛 像回歸的時候場面 你看 有人用上youtube去看 那個 中國跟英國要交接 英國這塊土地 政權回歸 政權轉替 來的不是英國首相喔 我記得是 來的是英國的王儲 查爾斯王子 來管理 然後來的是 江澤民還是什麼 中國派江澤民 不是派英國的政府管理 不是派 派 皇家的人員 查爾斯王子 他派查爾斯王子來管理 然後 英國的國企降下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企升上去 這樣而已 做這個動作而已 整個香港就回歸了 很簡單 以皇室主權 要回去 這樣而已 就是這麼表真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就是這麼表真 所以台灣人要清楚啦 還有三分鐘 問一個問題 還有問題 可以提一下 投降喔 這個法理啦 他說我們兩個有意見 我們兩個吵架 還是說你車子撞到我車子 沒有人下來就會灰啊 叫警察來量 丈量什麼 反正 這個事情有糾紛 做完以後 要做個動作 就是要簽和解書 對吧 你跟我 國家跟國家先戰爭了 我投降不跟你打 我把你打帶了 我投降 但是戰爭還沒有結束喔 戰爭還沒有結束 戰爭還沒有結束 戰爭狀態還沒有結束 然後你就來佔領我 在你文化怎麼辦 你要賠啊 你要寫合約 說賠什麼還是什麼 聲明什麼 承認什麼 把你的 把我贏的地方 你要的權利 以無下傳 我要結束 沒有啊 沒有啊 就這樣都沒有寫喔 沒有啊 沒有啊 你可以上網Google一下 打舊金山合約 一大堆啦 你看條文 從來沒有寫過台灣給中國 沒有 那中華民國學不會講的 他只能寫什麼 寫說 只能講說 開羅仙元 不是 可是那個南京政府 不是已經滅亡嗎 對啊 已經滅亡嗎 那個 簽的條約還沒有結束嗎 我跟你的爸爸 簽回說房子給我 啊你 現在你長大說 我不承認 可以嗎 不行嘛 因為當下那個實際 等於簽了 國際也承認 你知道嗎 國際 國土喔 不是說我們說 喔 所有權狀 國家 所有權狀 如果說我就是我的 我也印一個所有權狀嘛 你知道意思嗎 啊 中國印個所有權狀 說我用我他的主權 這個所有人就是 釣魚台 像日本人 自己印一個所有權狀 說這釣魚台是我 有沒有 所以變成什麼 要 國際上要承認 承認有什麼依據 有法條法約為依據 他有承認什麼什麼 我承認什麼 大家都有寫出來 在那個 九國的財軍 財軍會議 財是那個 財調的財 財軍 軍是軍備的軍 財檢軍備的會議上有寫 他好像說 每個國家的軍隊 多少萬人 然後規定每個軍隊的 那個船的 要幾萬噸以內 像 那個日本也是國強國 有參加 參加 參加的時候 就要寫說 我的領土 我的到哪裡 那時候就有承認 九國 九國有 其餘八國我簽說 台灣 是中國的 那個 日本天皇的 我承認 都有簽書 九國那個是最強的 英國 法國 日本 美國 幾個 九個國家 裁軍的那個人 有簽 有簽 互相承認 但是沒有人寫 但是沒有 沒有人寫 新的合約寫說 台灣 有給中國 沒有 他只有下官說 台灣給了日本而已 日本天皇而已 所以 沒有任何人在寫 他就主權沒有改變嘛 所以主權還是誰的 就是誰的 投降 投降騙你的 投降是投降啊 那我跟你講 中華民國有一個接受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越南 你知道嗎 越南以前是法國的殖民地 然後日本有去 解放 法國那個 越南的人 然後越南 越南 就有被中華民國 佔領過 他這樣 照我們這樣 應該有越南土地嘛 變越南是他的嗎 沒有 他有離開 他有先離開 但是台灣沒辦法離開 因為他那時候 變 過那個時間點以後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他就沒辦法回來了 老了 好 那 時間差不多 剛好 我們今天就到此為止 謝謝你們 謝謝